其實我現在就不斷順延期 跟2B繼續請假 本來我只是想請幾個月而已 但幾個月後我又發覺 咦?不是喔 她也...BB也是... 我還是未放心 我就再打電話回公司 抱歉,我想再請了幾個月的假 再專心點看她 因為很多事情都擔心 在她成長方面 又不想錯過 對,又不想錯過 即是覺得她每天都... 可能我走出去一天回來 為何她大了那麼多 好頭痛嗎? 我們說其實整個印期都很擔心 然後到生的時候 生完又覺得很多事情擔心 我們說心理壓力真的很大 都想的 因為有時就見到她好像一個很悶 她就很喜歡跟別人交流 現在這麼小也是 有時別人的朋友BB來玩 走的時候她就馬上哭 扁嘴 我們都會覺得好像兩個BB好一點 但到我跟老公聊 什麼時候要呢? 兩個想一想 都是說 不要搞定這個先 搞定這陣子先 所以就沒有計劃 我自己也覺得很幸運 雖然也有很多人跟我說 我覺得你熬了很久 好像都是做一些禮物小姐 但是我自己就會覺得 是幸運 因為我一 如果我當我一出來就是在劇 那邊 其實我本身很喜歡拍劇 但是 怎麼說呢 如果我一開始在劇 那邊 我一路做一路做 可能都不會有人知道我的名字 叫什麼名字 但是因為我一出來已經在美女廚房 有一堆千金 掌門人這些節目 他們不斷都會有人叫我 阿雪 阿雪 變了阿雪這個名字已經是 咦? 也有一個印象 然後我再去做戲的時候 就算我走過或者做妹仔 他們都會看到阿雪在後面做妹仔 但他們會看到我的努力 所以我就覺得自己是很幸運 這件事